你好 這是您的照單 今天消費總金額是1826元 謝謝 吃東西買東西 最快七月份開始 可以用振興券來支付 只不過很多人質疑 為什麼不直接發現金 行政院現在也規劃幾種 等同給現金的消費模式 把振興券3000塊的額度 綁定到認證過的悠遊卡裡 到時候只要你消費滿3000元 政府就會退2000塊 到你同一張的悠遊卡內 那些你好是你的卡片 不想花1000塊錢 先去兌換實體振興券 也可以刷卡 刷卡消費滿3000塊 銀行會直接幫你扣掉2000 下一期賬單來的時候 只要繳1000塊 使用電子支付也一樣 花3000塊錢 到時候會退2000元的現金 或點數到你的電子錢包 手機都可以用Apple Pay LiPay什麼的 所以只要拿手機 就可以消費這樣子 比較比拿出實體卡 還要方便多了 用一支手機就可以解決 就也有一點像那種現金回饋 他不會強迫你去消費 高速的話應該也可以用 自己的金錢去補吧 感覺會比較好 因為都沒辦法找零了 大家都會想辦法把它花完 全部都拿振興券來消費 他是不會找零的 但如果你今天沒有買到這個面額 就會虧本 所以舉例來說 今天想要買350塊錢的東西 你可以拿一張面額200元的振興券 再加上200塊錢的現金 到時候也可以直接找回50塊 當然會希望說 因為振興券的關係 用於一些客人上門 然後讓我們之前掉的業績 可以在這幾個月彌補一下 振興券有好多種使用方式 但目的只有一個 要來活絡經濟 以上是記者陳金安 邵玉敏 在台北的採訪報導